考慮一下 對對對 好 其實有需要 我自己玩玩看 有需要做評論你們 你可以試試看 它一樣都是可以全系列APP操作 你都可以連得到 但如果你想要十連的話 沒關係應該是不用啦 那就是基本 差不多 它120X多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做微彩色 我覺得這是微彩色 微彩色 對 它就是它的那個 它新的那個 光影琴系統 我覺得這個好像五色吧 五色吧 VL AI 對 五個顏色去調那個彩色 嗯 所以其實你說它的彩色 還是沒有這些 就是它沒有到這麼薄的 對 它是堪用 它應該是說 它可能是讓你校正色溫 就是加綠 減綠幹嘛的這樣 嗯 它只是額外不小心做出來 它就是 讓你用用這樣 因為它如果做彩色了 你叫CS15怎麼辦 然後CS15是全彩的 CS15 那26咧 26是 26是白卡 喔 但26也可以調 綠色跟陽 好像不行欸 不行嗎 我記得好像不行 但我不想要認體更新之後 我們可以 但是因為它們光引擎的系統 就不一樣 對對對 它有開嗎 有 可以玩一下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應該是這個吧 施加綠線 可以講 對啊 也是可以啦 有有有有 但是它沒有那個新的那個 對它就沒有XY軸 所以它的幅度有限 XY軸 因為它本來就是來取代以前那些 HMI那種的 燈泡燈等等 對 訴求不同啦 是 那15咧 15的定位是什麼 彩色名 它就是彩色 按鈕 它就是彩色 RGBWW 對 它就是彩色 OK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到全彩 就不會打到它 嗯 但是它又是 可是我覺得是不太一樣的產品性 不不一樣 這個應該算是它的全新系列 對對對 它整個修正 如果應該之後 如果是雙色溫的 都會有它那個SPORBREAD 那個系統 那這個已經就是它 上一個世代 的大燈 最大的 就是全彩燈 這還是比較算是雙色溫燈 其實是啊 因為雙色溫的亮度來講 它應該 其實 他們兩個應該是有一點接近 對啊 有一點接近 因為才差300 對 會不會這個還比較亮啊 這個不好說 差不多 對啊 你們 你們 政城 是會有展示中心嗎 那是 會不會 Style